蘇晁月娥 悔解院長 謝謝院長 我們有請張院長 請張院長 我這邊先跟蘇院長建立一下 我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張院長那一支比較長 我們這支就比較短 我想換了院長之後這個應該 或多少改善 跟張院長沒關係 拜託蘇院長 我想是身高的關係 因為我本來這一支也比較短 拜託他把他延長 那蘇院長你身高多高 對 我180 我180 我當兵去體檢的時候是179.6 差不多 張院長你多高 我跟你差不多 所以不應該你比較長或比較短 謝謝院長 這個時間要扣掉 張院長辛苦了 看到救災的表現 人民對你滿肯定讚許 但是我想 台灣絕對不是因為 某個災難的發生 去凸顯我們的行政官員 才能有辦法去積極作為 我想這裡可以認同 所以剩下最後幾天 你的任內 應該八十幾天吧 不是屬饅頭的日子 而是成呂所講的實證報告裡面 更有積極的作為 對的事情我們就去做 應該是這樣 沒錯會努力 所以我這邊 要特別提供幾個訊息 給院長 作為這84天來 是不是由你來擔任領頭羊 然後起個頭 為台灣的相關的一些基礎 可以奠定更好的這樣的一個基石 你知道 103年 104年 台灣的地層下限的面積 全台是多少 就這點就好 不清楚 但是您圖上已經有顯示 那你可以看到 比較嚴重的地方 對不對 就是張雲家 張雲家 OK好 然後下一張圖 你就可以看到 正確的數字 103年 全國全台的下限面積是 326.7 雲林縣是307.6 高達佔全台的94% 104年 已經是103年的兩倍 819.8平方公里 雲林縣658.6 又佔了全台的80% 一年下限面積 高達前年度的兩倍多 院長你知道 這樣的面積 等同台灣的首都台北市 2.4個倍 就2.4個台北市 今天如果這樣的地省下限面積 發生在台北市 院長 你知道嗎 台灣馬上就暴動了 那個雲林縣去年之所以 下限面積增加這麼多 據我的了解 應該是地下水去年抽的比較多 因為去年 不是嗎 不是 因為我沒有歸去農民 抽取地下水 如果你這樣答覆我 我會覺得 會讓我很吃驚 因為這種答覆 是在吳敦力當院長的時候 就這麼答覆 那我就挑戰 吳敦力院長 你說農民抽取地下水 怎麼抽 抽多少 有多少科學數據 足以影響到 它的面積 要下限到這麼廣泛 總共有幾支水井 多少是合華 多少不合華 它的井的深度 是20米是30米 影響到下限面積這麼廣泛 如果沒有 怎麼都講說抽取地下水 況且 你們在 102年 你們推一個叫做 防治地層下限 具體行動的方案 還有具體的 這樣的一個 相關的這樣的一個作為 那結果呢 那等頭你們現在是這麼說話 又是拿農民沒責 還是政府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然後最終 我還是歸咎於農民 抽取地下水 我想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只是要提醒院長 你在當副院長的時候 毛治國院長 之前的毛治國部長 我也曾經就教育過他 這麼大的面積 這樣的一個下限 你們到底要怎麼處理 如果你還要一位子打呼我說 農民的抽取地下水 我馬上就跟你講說 這是錯的 不應該歸咎於農民 那個報告委員 現在行政院 他在102年的時候 就核定一個雲章地區 地層下限 對 我剛才講過了 對 是 那當然 您剛剛講的那個 他這個地下限的這個問題 很多部會都要參與其中的工作 包括交通部 農委會 經濟部 內政部 大家都分配有他們的 任務 要去執行 那很抱歉 這個時候 100年3月8號的時候 吳院長站中間 毛治國部長站旁邊 跟你答覆的問題 一模一樣 那是100年 那102年 就成立剛才所講的 有一個叫做 雲章 防治地層下限 行動具體方案 對不對 那怎麼到現在 1002年開始實施 103年是102年的三倍 就以雲林縣而言 104年是103年的兩倍多 什麼叫做具體的作為 與行動方案 什麼叫做跨部會 一個整合 那我請問一下 張護院長 張院長擔任張護院長的時候 毛治國當院長的時候 你們開過幾次的跨部會 防治地層下限 具體的會議 把時間給我 幾次給我 會後提供 那你怎麼給我 打覆有這種問題 沒有開 有開 有開開幾次 這個 對不起 這應該是經濟部的工作 經濟部有一個 那經濟部工作 你幹嘛上來答詢 經濟部工作 你幹嘛上來答詢 那經濟部的工作 為什麼要叫跨部的工作 經濟部做他這個 幕僚的這個 因為裡面牽涉到交通部 農委會 也有相關的工作 要不要請經濟部上來打呼 經濟部的工作 就是你的工作 是 有沒有跨部會 是 我們做幕僚的工作 這是一個跨部會的一個 跨部會 有沒有召開過跨部會 防治地層下限的相關會議 開了幾次 就像剛剛院長跟您報告的 我們立刻 我想在星期一 就立刻把那個 歷次的會議 時間跟紀錄 送到您辦公室去 你記憶總共開幾次嗎 這個因為是我們次長召開的 所以跟部長沒關係 對不起 所以地層下限這麼嚴重 跟部長沒關係 跟院長沒關係 然後你們focus在102年 有個具體行動的方案之後 然後讓足以下限面積 一倍再一倍的成長 我說今天如果發生在這個地方 發生在台北市 我們站在一個地層下限 足以每年下限 六到六公分 七公分 八公分 的一個地 一個地表上 我們在這地方做 為人民監督 為人民私訓的工作 你做得安心嗎 如果發生在台北市 會發生什麼狀況 婚人人比較好休 中華人比較好休 嘉義人比較好休 所以一百空一年 到現在看部會的會議 到現在所跟你們說的 既體的行動方案 那個行動方案就是一倍 還有一倍痛 民間越來越大 我跟你們問說開幾次 不然你也跟我說 沒有同母也有兩次 不然你也跟我同母應母一次 還說你沒有同母應母一次 還說你沒有同母應母一次 你還要跟後禮拜才我同母給我 所以院長 我現在提醒這個事情 這事情非常嚴重 這件事情影響到很多事情 相關的事情 地層下限 就注意影響高鐵行程安全 要怎麼處理 透電片 怎麼提高 十年前講的話 八年前講的話 五年前講的話 一模一樣 但是面積越下 越過 高鐵交通部都有在監控高鐵橋墩的這個下限的量 那到目前為止 雖然說有這個地層下限 但是 高鐵比較關鍵的是說 它這個差異的呈現 目前這個差異 所以這個 目前呈現雖然有 但是它幾乎是相當平均 所以對高鐵這個鐵路安全 怎麼個平均 院長 我再講一個數據給你做參考 雲林縣在98年下限 是413平方公里 占全台78% 到了99年 減緩 換你們執政之後減緩 261 267.1 到了100年 又下限到397.6 這個數據合理嗎 這是調查真的調查假 跳來跳過去 還有曲線 這是什麼數據 我們就講數據 這數據合理嗎 這是第一點 它是一個大面積的 足以一個台北市 就以104年來講 是台北市的2.4倍 這塊的面積 還在安全的係數裡面 學工程的人 可以跟我講這種話 因為它是均勻呈現 均勻呈現 沒有錯啊 所以不會把這個橋 橋的梁給拉裂了 但是高鐵公司自己所講的 我自己也是學土木結構 對嘛 這個均勻呈現對結構安全 影響比較小 我們每年問 每年都說在安全的係數化能力嘛 對不對 實測出來直是這個樣子 那每年問 每年都這樣 每年一直下限 從 從94年 你可以看下一張圖表 我現在就叫你這個 你說 我說下限的那個深度 到目前為止 每年 六至七公分 六至七公分 你可以看 95年 一直到104年 這十年下限 最大面積是六五八點 六平方公里 就今年 去104年 近十年來 已經下限 七零點二公分 如果再 到109年 還四年 還四年 剛好一米 院長 你跟我差不多身高 一米八 我們的下半身 剛好一米 那個委員 當然 這個下限要防治 剛才我跟您報告 您不認同 我們覺得這個 這不是我認同 不認同 可以再去找學者專家 來端定 但是我們現在手上的資料說 為什麼 去年這個資料比較多 是因為去年乾旱 所以抽水量比較高 您剛才已經表達過 您對這個 抽水的理由 不能贊同 那我們可以另外去找一些 學者專家來 來評估 但是 至少我們現在的資料 是因為說去年的 你們高鐵公司 自己評估喔 雲林線 一百年的時候 高鐵公司就已經評估表示 雲林斷了 呈現問題再不解決 高鐵將在一百零九年後 面臨危險 被迫減速 變成慢鐵 甚至變成斷鐵 國際公司跟他講的 您看您的原始資料 下限量 不要講高鐵 講剛才您最前面那個 其實您可以看到這下限 下限量其實有的時候會變小 我想您看到這一點就可以 變小就剛才跟你講 在九十九年的時候有變小 一百零一年也變小了 一百零一年變小多少 回到前面 一張還第二張的時候 你看你一百零一年回到一五五啊 對啊 那你要這麼想 那一百零一年不是回歸到最少 一零六 所以我剛才有提供九九年 九八年九九年一百年的數據 也可以做參考 這個跟地下水位 跟地下水位的變化應該是有關係 都有 我們有說沒有 對 那地下水位的變化 是因為農民抽取地下水 所造成的主因嗎 我們從來沒有說是農民 因為工業也會抽地下水 對嘛 但是你們在具體防治 地層下限的方案 這些做的時候 從自在水公司 工業區 監獄 教育單位 只要有申請的部分 你們其實在一百年就開始推 防治地層下限行動專案 一百零二年又是另外一個方案 但是越推 它地層下限面積是越來越大 然後我們想知道具體的原因是什麼 你們具體的作為是什麼 你應該跟我答戶啊 不是只有跟我講說 地表下怎麼樣的流動 都是有不客觀的因素等等等 沒有一個具體的一個作為 還有一個具體的一個 調查的一個報告 你們到底是向哪一個部分去做處理 那個報告委員 有很多地下水景啊 我們都把它封閉了嘛 這個都是很多作為其中的一些作為 你說完全都沒有採取作為 這個當然 那個跟委員報告 我們無聊剛才 我沒有說你沒有採取任何作為 我沒有講這句話 是剛才院長開場白講說 抽取地下水 那抽取地下水 當然陳魯院長所講的 有工業的 有農民的 但是我只是提醒院長 100年你們就有一個方案 已經針對工業區 很多申請 包含自在水公司等等等 都已經有在做風景的動作 102年再推一個雲章 整個就縮小這個面積 我想委員 當然我們有在做事情 可是不是一天可以做完 像今年 湖山水庫應該可以啟用對不對 是 今年湖山水庫啟用以後 其實這個 對於這種地下水的需求就會降低 其實也會對這地層下水有改善 市長 湖山水庫 原本預計什麼時候啟用 你剛才跟我講說 今年可以啟用嘛對不對 對 部長在這個地方 你保證 今年一定可以啟用 原先規劃什麼時候啟用 我們盡力 我們盡量去做 你先答問我 原先規劃什麼時候要正式啟用 這當然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這個拖延嘛 我當然 但是我想我們 這一次這樣子的話 重新 因為已經很靠近 已經很靠近 它那個完工的期限 所以我們比較有把握一點 湖山水庫已經延宕啟用時間了 湖山水庫的啟用 對 地層下線 有一定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我不否認 但是什麼時候可以啟用 真的可以保證在今年啟用嗎 院長保證還是部長保證 我自己來做好不好 那個報告委員 當然在這邊保證也沒有太大意義 但是我們 你們保證怎麼沒有太大意義 你們保證就是代表政府有積極的作為 然後有效的管理工程的進度 然後 願意承擔這樣的責任 怎麼叫做保證 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意義 我覺得你對我的保證 對雲林憲民而言 對地層下線地區而言 是很大的價值 這個湖山水庫 我們查了一下 是103年年底應該要完工的 現在是105年的2月 延誤了一年多嘛 那剛才跟您報告說 今年 今年應該會啟用 那至於什麼時候啟用 到底這工程 變數有多少 委員關心 我們回去馬上去確認 反正議長跟部隊 你現在也不敢給我保證今年 所以 這樣地層下線的問題 要 因為湖山水庫 開始啟用 得以舒緩 我想還是遙遙無期的 我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回應 我想今年如果啟用 當然會有改善 對嘛 越早啟用 越早改善嘛 應該是這麼講嘛 但是你們並不敢保證 今年嘛 可以開始啟用嘛 這做肝不是要做啦 沒關係 土壤液化齁 你剛才說你學土木的 那我就特別要請教你 0206地震之後 各界開始在討論土壤液化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可以請教你 請問院長 土壤液化 地震 地震 地震下線 有沒有相關連性 土壤液化跟地震是非常有關係的 然後跟地層下線 地層下線 可能就是影響地下水位 這個土壤液化的關鍵是 地下水位的高低 土質是殺土 跟由地震來觸發它 失去這個承載力 所以地震有關係 地下水位有關係 地下水位又受到地層下線的影響 好 台灣的地震平緩嘛 這無用置疑嘛 對不對 那西部平原 平原區 它的土質是比較鬆軟的 那長期以來 地層一直在下線 好 然後 它可能又會有 什麼地質鬆軟的 新沖積的這樣的一個地層 所以地下水位也特別的高 大地震發生土壤液化的可能性 應該就會相對提高 我可以這麼講吧 要看土質是殺土的話 如果你這個沖積 可是沖積萬一是黏土的話就不會 像安南區這次就是應該 早年那個集水溪 或是那個曾文溪的這個沖積的 這個結果 那我請教你 2010年假仙地震造成台南新化高鐵路線 附近發生土壤液化現況 那個現象 2010年 假仙地震造成台南新化高鐵路線附近土壤液化 你知道這個狀況嗎 這個我不知道 好 曾經有過這樣 那可能那個地方也是一樣 是沙質土壤 地下水位高 沙質土壤 沙質土壤 對 地下水位高 好 那我就請教你 高鐵新建的時候 你剛才講說 甲仙那個附近影響到台南新化的狀況 你假設可能是因為這個狀況嘛 我就要請教你說 高鐵當時在新建的時候 整個沿線沖北道南 有做過土壤液化的調查報告嗎 這個我不清楚 應該會有 地質調查報告是一定有 交通部長不在嗎 地質調查報告是絕對會有 公共工程都需要做 那裡面應該也會連帶會有土壤液化 那如果高鐵沿線 整個土壤液化顯示區 對高鐵的行車 行車是否造成影響 這個要看高鐵的結構 當初如果知道土壤液化的話 就要有工程技術的改善 改善了以後 當然土壤液化就不會造成影響 對結構造成影響 所以部長你先答護 院長答護我 有沒有做過 從北到南 剛剛院長其實也講得很清楚 院長是學工程的 任何一個工程的施設過程裡頭 已經會先有所謂的土壤液調查 地質狀況的調查 那這一些裡頭一定會有包含所謂的地質狀況 那麼應該要做哪一些補起來 採取什麼樣的工程作為 那個是一整配套的這個做法 所以高鐵沿線沒有土壤液化的狀況 你要這麼答護我 應該是說即使有的話 高鐵的工程當初應該也處理過 技術上有處理過 即使有的話 譬如說它高鐵 譬如說你土壤液化是在表面 我隨便講5公尺到10公尺的深度 但是如果它當初這個橋墩 有打樁打到20公尺深度就可以避免 所以即便你土壤有異化 可是工程技術是可以解決的 所以這一次的地震之後 我們在附近包含台南包含高雄包含家雲 我們有沒有再去做一次的這樣一個調查報告 這個就是我們三月中 經濟部地質調查所 準備要公開的資料 這個就是他們調查的這些土壤液化前市區 但是這個資料會比較粗 我們準備要跟地方政府配套 做一些更細緻的調查 會補助地方政府一些經費來做更細緻的調查 所以你講的3月13號公布的 台南、新北、高雄、宜蘭、新竹、台南、屏東等7個都位區 土壤液化的寢視圖 這個公布是比較粗的 比較粗的 他們當初對 他們不可能做太細的 要地方政府使用 作為這個區域規劃 跟建築這種 這個建築檢驗的這種 院長我不瞭解 為什麼先公布這7個都位區 為什麼地層下陷比較嚴重的地方 液淹水地區比較廣泛的地方 他們在經濟部地質調查所 他們現在已經做的這些調查區域 就是他們在專業上面認定說 土壤液化的可能性比較高風險區域先做 所以像雲林嘉義的地方 這個不是土壤液化風險區比較高的地方 台中雲林這些地方 據我的瞭解 土質沙質的地方很少 土壤液化的這種可能性相當低 這個是地質調查所初期 在做這個優先次序篩選的時候 先做過這個判斷 部長是這樣嗎 是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這幾個地區 在今年 在今年105年的年底 因為院長要我們再加快速度 把這幾個地區提早一點完成 所以今年在105年 就是3月沒有辦法公布的 中部地區 我記得應該是中部地區 台中 彰化 雲林 跟嘉義 這四個區域 現在正在做 今年年底可以完成 為什麼要到今年年底 為什麼 為什麼這七個縣市 3月13號就可以先公布 因為剛才跟您報告說 在專業上面 這幾個先公布的區域 其實他們的 土壤液化的這種可能性 是比較高的 所以先做 所以雲嘉 台中 這些是比較低的 這種可能性比較低的 可能性比較低 所以他們就可以放在後面做 好 那我再請下一個問題 院長你知道台灣 有幾個填海造陸的工業區嗎 什麼工業區 填海造陸的工業區 清楚 六清嘛 六清是一個填海造地出來的 其他的現在在用的 張斌有一部分是填海造陸出來的 有一部分嘛對不對 有一部分是填海造陸出來的 那這些原本都是海平面底下的 然後抽殺去填海 然後讓它變成一塊陸地 那這些土地 基本上它有沒有土壤液化更嚴重的問題 這個既然原來是這種 非常靠近海岸的地區 可能也有沙子的話 都會做過地質改良 才會去給 開放給廠商作為廠房 像這個有幾個區域 有這個張斌 我去看過 其實他們是有打基礁打得相當深的 所以他們不是叫做土壤液化的高風險區 他們即使是的話也沒有 就是他們可能是風險區 但是他們土質已經經過改良了 基礎已經經過改良了 所以你要跟我的導護就是說 如果今天它成如像日本 發生那個煉流場 千葉線的煉流場發生這樣的大火 因為地震而發生 因為地震而導致整個地面凹凸不平 管線整個斷裂扯斷 然後引起大火 在六清基本上 不會因為有土壤液化 不會因為有地震的關係 然後會有這樣的情況去發生 萬一有地面地震造成凹凸不平的話 應該不是土壤液化所引起的 應該是地震其他的因素所引起的 地震其他因素 所以你現在跟我講的說 地震有可能把管線給扯裂了 當然沒有錯 所以你排除就是說 它不是在土壤的液化的高風險區 我覺得這個工業區要開發的時候 這種地質改良 或是基礎狀態的事情 都應該做過才對 你們要不要做一個 進行一個安全評估調查 這樣打火會比較穩定吧 經濟部當時開發這些工業區的時候 做了哪些事情 可以把資料調出來看一下 請專家再回去檢驗一下 會長現在可以打火我嗎 不是 那個地質就像院長說的 因為那個地質啊 一定要做過改良 它液化區 你就是要去做改良嘛 那當然這裡面做的 它地質一定是符合我們 當時的這個建築所有的規定啊 才會容許它在上面蓋工廠 所以你是要打火我就是說 這個地方就稱我剛才張院長 打火我的 它不是一個 那個土壤液化的高風險區 可以這麼打火我嗎 如果不是你們沒有把我把握 你們要不要去做進行調查 它是不是高風險區 這個要看他們將來公佈的資料 但是假使它是高風險區的話 在工程上面已經經過處理了 所以上面的廠房基本上是安全的 院長你這麼搭戶我 你學工程 我覺得土木工程 我覺得這樣有點奇怪 我要給... 今天如果它整個 我現在是提 我現在提到的是 它是整個田奶昭露完成之後 它開始進廠 設廠開始營運 已經出了二十多年了 這二十多年這過程裡面 他們是不是足以 因為之前的 陳如你所講的 土質有改善過改變過 然後我現在問的 現在的階段 它能不能... 你能不能把握 跟我講說 它不是一個土質液化的高風險區 就這樣而已 我想那個委員 有一個觀念 我要跟您報告一下 這個土質土壤液化前市區 高風險區 這是一個先天的 但是後天可以經過工程技術的改良 讓上面的結構建物安全 所以這個我想講的是說 即便這個地方 原來是土壤液化的高風險區 可是 它在建廠房的時候 經過特別的工程技術處理 事實上上面的結構是可以安全的 這個我想 李鴻元前部長 在報上也有講過說 不是土壤液化風險區 就不能住人 是同一個道理 你這麼講 我會覺得 我還是要回歸到一個問題而已 這個地方 它風險高 風險低 政府一干明確的 我現在質詢應該答覆我 這個風險高 風險低 就是我們三月中要公佈的資料 但是 但是你們沒有包含在雲林啊 你們沒有包含離島工業區啊 天台遭到離島工業區 沒有啊 因為這些地方已經經過處理 而且它是人造的新生地 所以地質調查所 當初可能有他們的這個篩選標準 我現在不敢講 但是 我跟您回報就是說 這些 新的這種工業區的這種要開發 一定會經過處理 不然不可能讓廠商進出 你既然不敢把握搭護我 它不是一個高風險區啊 應該這麼講嘛 我想我們不需要再重視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提醒你 如果你們不去做調查 那到時候出了問題 我想 就在這個當下 這個委員交代這件事情 其實不難做 我們回去可以做 一個月內 就是把這些工業區當初的開發的這種工程設計資料 調出來看 可以請外面的學者專家來看 可以客觀的來論斷說 是不是安全的 那更快一個禮拜我們就可以調來看了嘛 對不對 可以 包括如果像台塑或是這些六星的廠 當初設計的時候 有沒有打激裝到足夠的深度 都可以調出來看 第一個問題齁 請教 因為我的時間有限 請教院長 癌症類別發生率的前三名 你知道嗎 什麼前三名 癌症 癌症齁 台灣的癌症類別前三名 不清楚 不清楚 三種癌症的死亡率的排序 當然就不清楚了嘛 因為你不曉得前面類別前三名 就不曉得死亡率的排序嘛 齁 那這三種癌症應該如何預航 也都不清楚嘛 你也不曉得什麼癌症前三名 就不曉得這些事情 癌症的發生率前三名 應該應該可以接受吧 但是現在台灣的空污 幾乎讓我們每天沒有辦法少這些有害的廢棄物 不管它今天是固定污染源 不管它今天是會固定的 我在去年三月份接候升會的會長 當時院長是副院長 我記得我還送副院長一個N99的口罩 我今天還是要再送你一個了 可是我 我不保證這種口罩 到底有沒有有效 去防止PM2.5 那N99的口罩或許可以 但是院長你知道嗎 剩下八十幾天的任期 你是不是可以起個頭 我們該如何來處理因應這種事情 讓這樣的空污降到最低 讓P2.5不會在某一個縣市今天只報 隔天又在哪個縣市只報 天天都在只報 然後我們沒有辦法 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政府沒有一個口罩 是敢跟我們講說 這個口罩是有效防止P2.5 那當要人民戴一個 只是在安心 沒有辦法有效防止P2.5的口罩的時候 這個政府的作為是在什麼地方 那你如果讓人民沒有辦法戴一個安心 可以有效防止P2.5的口罩 張委長現在八十幾天 能不能不然就把那些工廠 通通戴上口罩 那些固定污染源 非固定污染源 移動污染源 請他們都戴上口罩 是不是有我來先跟你回答一下 書長你請回 第一個好 時間快到了 是雲嘉蘭地區啊 我們現在根據最新的P2.5資料 進來以後 很可能會把它變成這個重量管制區 第二個呢 我們就對這個 尤其雲林地區六七 填裔總統 我自己兩個搭檔 有沒有一個下落的理解 可以嗎 比如想在這邊 可以 抗 una supporters 該降低燃燒生物 該降低什麼樣的題目 在你的心這種作為 可以做的情況之下 然後有幸福的這樣的影響 你要每一天每個現實 那你也知道那你也知道 我想你絕對做得到 他就不會做 他就變成當時代 你讓人有舊代表 是不是有這樣的問題 畢竟憲議會封鋒或競燒 南美的這樣的一個資訊 被你們中央打理 你們中央不配嗎 我現在跟你一起選一個院長的位階 臺灣對方市的首長 可以接管其內有效降低 第二任務的相關的這樣 變成的狀況 你現在在跟我講說 包包區不是在林先生 你之前還是有林縣政府的俠類 在燃燒森林的石油膠嗎 你知道嗎 這麼老我 還怎麼拿來 要讓你先打鼓 你不配打鼓 我們 我現在在那幾天 你沒做什麼都分到 我是剛剛講 你會在那幾天 好 你會在那幾天 好 你會在那幾天 老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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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做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劉委員 謝謝劉委員 這個針對劉委員的質詢 有必要的話再請行政院給他書片的答覆給委員 好 謝謝張院長 這個劉委員剛才提的意見 麥克風我們盡情內就改善 得下禮 得下禮 好 報告院會休息十分鐘 休息之後繼續進行施政方針 以及施政報告之質詢 現在休息 好 報告